上周五 洛杉矶数十位民运人士聚集在好莱坞中国剧院前 高喊光复香港 释放良心犯等口号 声讨中共暴行 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 活动召集人介立健认为 中共对从维吾尔族到法轮功 再到基督徒等的残酷迫害 严重侵犯基本人权 因此 中共不配举办这个盛大赛事 不管是维吾尔族集中营也好 西藏藏传 佛教朋友也好 法轮功 基督徒及其他族裔和所有政治犯被关押的人士也好 我们希望无条件释放 让他们尽快回家过年 还给他们自由和人权 集会上 他们制作的奥林匹克五环 调者遭受中共迫害的群体 包括维族 香港与宗教人士等 另外 他们还模拟警察毒打民众的场面 向游客展示中共的暴行 他们希望全世界能一同抵制冬奥会 所有的事情已经表明了目前中国的人权现状已经到了这个令人窒息的这么一个地步了 每一个中国人这个时候都要清醒的站出来 就是唤醒更多人起来反抗 不能让中共再这样膨胀和迷惑人 不给他机会 全世界都要联合起来 孤立共产 不跟这个魔鬼做朋友 在中国有很多比彭帅更严重的事件 因为在中国人们根本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说话的权利 日前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委会宣布 在社交媒体上启动奥运囚徒行动 敦促国际奥委会施压中共 释放良心犯 并要求奥委会推迟举办奥运 并重新选择举办地点 新唐人记者杨阳 玉京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